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建國營集班 主持鄭松泰 根文芝 回到逢星期四晚建國營集班的時間 今晚有我鄭松泰和阿錦在這裡 根文芝 今晚呢 今晚有什麼事先說 其實是講一種 我們現在相當痛恨的思潮是怎麼來的 一直主流了 這個思潮是主宰了 主宰了香港 整個政治論述 香港整個發展都有成 真的要舉止旗在政治上 舉止旗是八年代初 但原來根源可以推得更加遙遠 八十年代初那支旗 你是講的 直接是民主回歸的一個講法 但你說民主回歸的講法是在八十年代初 可能是八四年開始都有 即是講香港前途問題 想著《中英聯合聲明》去開始 去談談的時候 當時就 有一幫知識分子在那裡 直接標誌著民主回歸的講法 但我們今晚就不是講八十年代的 我們今晚就講前一點的 就是大家可能的 那段時間就 通常一般是用一個 term 就概括了它 算數了 叫火紅的年代 火紅的年代 火紅時代算數了 但其實六七十年代基本上 影響到香港今天五十年之後的香港 都是因為它而來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因為這一幫人還健在 即是這樣說 而另一件事就是 它是將香港整個民主和香港社會發展 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其實是像有一個龍 有一個鐵龍框住了 即是在六十年代開始 其實我們所謂爭取民主回歸 都好像在一個鐵龍裏面爭取民主 感覺上是這樣 我們今晚會集中有一個人物 同樣的就是在這個人物裏面 我猜我們的聽眾應該不是太多人聽過這個人 但其實是一個很會形容 但也要講明 今集不是編師 當然不是編師 還在那裡 提到那些古人 不是說最壞都是這幾個人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要探討那個 今天提到的那些人 唯一我覺得最尊重的 至少最起碼可以最尊重的事 其實他不會像他inspire某些人 他現在出來做官 那當然啦 當然啦 你說會點的後來有一幫人 我們今晚會講包錯石 相信大家聽完之後都會想一想 都要上網找一下他在哪一位 剛才阿錦呢 包錯石其實是他的筆名 他正名叫做包易明 包易明 包易明 但還未講他之前 其實都要講一講 今天整集大部分時間 都圍繞了一篇羅永生的文章 叫做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 那這篇文其實《立場新聞》是有的 應該轉載吧 其實他原初是在《會議》思想雜誌登陸 叫做《解殖與回歸》 即是那一期思想第十九期 在一年的時候 那本《殖民家國外》那本 《猶豬出發》的書 都有收錄到這篇文 其實你在《立場新聞》裡就看了 全部都看完了嗎 對 整本都看完了 我對過了 我也不知道 我拿過《立場》的版本 跟羅永生的本書來對過 羅永生他寫這本中文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是把他的《博雪倫文》 將他變回中文版再推出一次 因為我比較對羅永生深刻的 就是他探討殖民時期 那個叫做殖民教育 看看那幫香港的精英 怎樣是一個所謂配合式的民主 但其實是配合式殖民 那個的做法 他基本上是用《博雪倫文》的主題 都是做這件事 但這篇文就是 1960年至70年代的回歸論述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概念上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今天 剛才阿近有說過 就是我們不是邊師 其實我會認為 今集最好的是一個學習 就是 不是單純是一個歷史回顧 而是去理解一下用字背後 他其實有一個很實在的影響 譬如說的就是 當我們說回歸 現在不斷說回歸 可能你做聽眾的時候 你都覺得硬硬的耳 即難聽有粗口 是啊 譬如有些人都會說 我們應該叫主權移交 不應該叫回歸 為什麼會說回歸這兩個字 為什麼會說回歸這兩個字 其實都跟這位人兄有關 也都不同 跟拋錯誓有關 但其實這兩個字 本身它不單只是一個所謂的名詞 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經常會說 這是一個所謂的speech act 即是其實我們的語言 已經包含了很多行為 即是語言本身已經是指向著 一些行動 或者已經是限制了我們的行動的方向 但當然這個是比較複雜一些 就是語言學上的 語言哲學上的一些討論 但我們今晚就希望可以這樣講一講 大家明白到為什麼 為什麼共產黨經常喜歡用的 定性是這麼重要的 由什麼開始要講的呢 就回戰後香港講起先 戰後香港 其實如果你不會再受到 以前聽到王家銘等於換片的定見影響 你是有進到戲院看這個2046 或者是一代中司 其實這兩套戲是講一些 戰後香港的南來民人 對 尤其是2046 2046那個 因為其實他是基於劉爾昌的走陀 對 基於劉爾昌的走陀 但是2046那個 大家現在看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為什麼不知道他講什麼 因為其實根本他那個人 就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49年之後 香港 defact差不多是中國的文化首都 就是整個華爾世界的文化首都 差不多可以說 你其實可以這樣說 本來原有中國大陸一半的文人 是森林 是啊 文人森林 森林森林 森林森林 後來香港可以出這麼多文報紙 份份報紙都會有附刊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你想想吧 金耀基 唐君毅 茂中三 近乎你數的所有漢學的大家 都是在香港的 作者也是寫小說的 全部都是 小說當然 奇人的意思 你急即是金融 危康這些 奇人的意思 本來這些人不可能會在香港賺食 如果你用前一陣子 蕭虹那些 再早一點 如果你用前一陣子 陳冠宗寫的本《見鋒二年》 想像如果中國大陸給國民黨統治 這些人都會在上海賺食 不會在香港 都不會在香港 那他們本來就是在上海賺食 上海 廣東 一大賺食 其實我們現在這些年紀 我們相對比較年輕 我聽我自己的學術界裏 一些老前輩說 當年老謀他們 那個地位高到一個地步 簡直是港督開專車 在家樓下接他 但是其實兩者之間的關係很緊張 當然那些南來文人厲害的現象就是 一間很普通的學校 教書先生都有很多惡苦錯誤 生下書院 也不是生下書院 是普通的中小學生 都是會有很多惡苦錯誤 我成長的歷程都是遇過的 你成長也是的? 有些其實是 其實他的學識的學養 他那個教學院 絕對不是應該在一間很普通的中學 甚至我都不是讀名校 到了八十年代 都會有些惡苦錯誤 那當然 尤其是那個年代 你不要說教中文 初中教中史 方分教中史 根本是雪書人 根本好像雪書人一樣 他完全不理會 真的就這樣說 出抽見國時 上台的時候 佛世上的先來佛世應該講到 南北城才完結 但他的時間一本上 只是剛剛講到劉邦 學期就完結了 是嗎? 他只是講得很細節 其他東西你自己看 其實這段時間 為何要講一講 其實是六七十年代 加上戰後六七十年代 兩次的中國的比較大的社會動亂 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令到香港匯集了 現在看回頭 其實當時是幾 當然你說 是不是一個幾百家真名的局面 其實都可以去想一想 因為其實那時候 又不單止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所有的精英 加上本來的一些世家 他們都其實在香港這裏 有很大的影響 其中 還有跟我的成長背景也有少許關係 你也有關係 我讀書的時候 可能我不算是讀得最鎮定的 如果讀得最鎮定的話 可能我每期都會去看 就不是好外的那種人 然後搞到說話 就中經夾三那種人 反而我到高中那時候 知識啟蒙是很actual的 有一件事 譬如你舉例 書記 書記 電影人書記 以前是號外的 也有 但他不是最高的那班 不是最高的那班 他已經是第二、第三代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他自己本身 他家裏都有些背景 傳說 其實傳說應該是跟潘高手家族有關係 沒有問過 應該是跟家族有關係 媽媽那邊應該是有關係 但怎樣也好 大家都知道 在那段期間 其實香港是多少知識分子來了 我讀高中那時候 那班裏是有些 真的喜歡看課外書的人 有一個文青 circle 但我們讀的東西是很舊的 八十年代 已經是一個後現代主義 盡領風騷的時代 那時候我們沒有測出這些東西 我們還在看存在主義 我們還在看唐君麗和某中三 即唐君麗和某中三 對於新儒家的辯論 那個圈子是很actual 是很old school的班人 唐君麗和某中三 應該不是你的年代 不是我的年代 是60年 是我老頭的年代 現在大概是五十五 五十八歲以後 那班的讀書人 其中有一本啟蒙讀物 我現在書櫃都有 羅敬生本書是有說到的 就是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 唐君麗 唐君麗是香港影響的大作 六年年代的大作 如果大家讀讀 如果大家讀讀後 就會覺得有點刺塵傷色的感覺 五千年之麻下民族 亦如大樹之崩島 而花果飄零 隨風吹散失其所守 不知所以涉刑自故之道 刑涉自故之道 然後他批評 那時候的部分知識分子 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 只是求變遷無身旗 失本根來故上 此並非真進步 並不表現價值 而指自輕薄 其實唐君麗是他 這幾句 再說一句 今天共產世界之大罪 你看這三句 這三句 你以為是 但是當年 對於唐君麗 他這個評價 很多人都會說是文化保守主義 其實這個評價 後來還有另一本書 即是《花果飄零》 《花果飄零》與《寧根治席》 後來有一句 只求信守於西方人 只求西方人加以認識地位 忘了自分 顧守自己認識自己 是一種奴隸意識的開始 其實是幾厲害的 其實看回頭 唐文藝去過一段 其實我們認識的陳雲老師 其實也是 計成了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下面才會說下去 沒錯 但是我想說 一般我們去認識唐文藝 我們可能讀一些 譬如新漁學 或者那些的討論 但是一般會把它當作 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 因為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它是提倡什麼 提倡的就是 是要將過去的華夏文化 再次去重拾回那個靈根 即是你找回那個根系 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 西方其實也有一個很出名的 那些大知識分子都是說這件事 叫做Hallabrum 其實在80年代他寫了一篇很出名的文化 叫做Closing of American Mind 即是說美國的大學院校 其實不再教那些傳統希臘羅馬 或者是耶教文的哲學 或者是宗教哲學 即是不斷地為解構而解構 那時候是有一個牽連大波 但最後那場論戰就輸了 但最後其實 回到當下你發覺 其實不論唐君麗 或者Hallabrum也好 或者陳偉港也好 結果現在西方是不斷地解構自己 搞到這個大頭髮出來 譬如我們自己教書都經常說 就是我以前讀Undergrade的時候 你想想我們那個年代 在Year 2、Year 3 還在流行看這個後現代傳言 譬如Foucault 後來Dehida 那些都是德里達的 都是我們那個年代去看 但事實上 當時我們同學之間 你古典的題材 其實都沒有怎樣讀 尤其是八九十年那時候 西方學界有些激嘴女性主義者 形容這些是Dead right man 是啊 讀這些東西來做什麼 不知 讀好玩 怎麼說呢 覺得你老土 柳士佛 可以柳士佛 後現代主義那些 但其實我意思是說 唐恩麗 你說他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 我覺得其實從現在的眼光去看 其實是不太公道的 不太公道是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去用一個 香港建國的眼光 用一個我們要準備 要建成一個國家的眼光去看的話 你沒有可能是拿了 就是講自由主義精神 那些的話語 又或者就是說 你沒有可能的就是 或者只是偏向這個 共產主義那些的說法 那唐恩麗 其實你見到他去中間 有些批評 有些人就這樣以為 他在批評共產黨 就說共產世界之大罪 不只是反共 也不只是反共 然後鏡頭再拉寬一點 其實整個二十世紀初開始 其實整個西方文明 是陷入一個大危機的 由第一次世紀大戰爆發以來 整個西方文明到現在 都在大危機裡面 已經經歷了整百年 之前去到十九世紀五末 到二十四世紀初的時候 其實是西方文明的最巔峰 差不多征服了全世界 他們覺得科學理性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誰知道就爆發第一次世紀大戰 這個大頭髮出來 所以其實在那個討論上面 在九十年代 有一班生育學校 繼承學者 經常都會說 由人民精神去彌補那個不中 但這個可能是隱身更加多的討論 但就著唐君毅 為什麼我們會說 由他開始呢 因為他來到香港之後 他這一班 香港這一班本地的知識分子 在他們自己辦的書院 加上香港社會 因為其實他們認識字 跟香港本身的普羅大眾 是真的不同的 也都是因此 由他們牽動到某一種的思潮 或者某一些討論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的就是說 譬如唐君毅 就是他在批評急速西化的現象 那這一件事 亦都是被別人說是保守的 就是 那 他第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說說他的思想 衣著相等等 唐君毅他出名穿什麼 他都不會跟你穿西裝 但是這一個討論 反而就是香港出現一個 比較有趣的 但是說說不穿西裝的人 這個其實是可以連結上 上集我們說的 人氣 後來那本後編講寧根治席 寧根治席 寧根治席 其實是說得很精神上的 他寧根都是說精神上 從一個過去的中國連結 其實這句說話 跟Thomas Mann 他流亡去美國的時候說的話 沒有一樣 即是問你 你是一個德國大文豪 但是一離開故土 你會不會感到 我比相他回答 我去到那裡 德國就在那裡 我去到那裡 德國就在那裡 其實那個感覺是像一班 但這件事是流於一種自我 我就說 就是一種如是 他們對於那種 他不會覺得這一個地方 是他的吳土吳文 即是那個意思是 他是有寫 在花果表明上有這麼寫 香港英國殖民之地 既非吳土亦非吳文 吳予有生佳 神明華 夢魂雖在我 我神周如 欲驅景不幸 亦不得不託避於此 致連不下 何敢責任 明顯是甚麼 其實 他覺得這處地方的無從自負 也不是我他的家鄉 絕對是 當然 這個其實是 唐君麗是一個很大的盲點 他是走了寶 他不知道金文泰當年 見到香港的時候 又發現香港在拍寶地 他會扶回舊學者來抗衡五四 這些歷史可能是被唐君麗 他也不知道馬仁輝在做這些事 我不知道他們倆有沒有真的碰過面 這個是有趣的 有趣的 如果唐君麗和馬仁輝兩個有碰過面的話 這個是 但我覺得會這樣想 其實唐君麗他們這班始終都是書齋出身的人 他那個生活上面的習慣 就真的不是那麼接觸社會 就是這樣說 因為很多藍林文人都有這個無疑 對 藍林文人有這個無疑 很多人其實是看不懂香港的 我啊 我太太在家那邊 他就是 由他爺爺上去那一堆 來到香港那時候都是讀書人的背景 在家裡不做事的 什麼都不做 只是在家裡看英文報紙 過夜只是在家裡看英文報紙 結果就搞到家道中樓 即是在那個年代 早六七十年 在香港是可以看英文報紙的人 他的世界就會覺得 這裏根本不是我的根 他就坐在家裡 就只是想著 哎呀現在 哎呀 又不做事喔 又不做事喔 真的不做事喔 都幾次有人生某一個階段 是呀 多次是這樣 那這個你由 因為你的感覺就是你悲劇 即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我怎樣作出一個抉擇呢 對他來說我的抉擇就是 停留在那個靈性上面的思維 靈性上面的修為 那唐君是的確是這樣 即對他來說 他為什麼會說是那個靈根子植呢 他不是說你的文化的根 是跟你那個身體啊 日常生活的關係相關 說靈根是說精神上 精神上沉根那種 那當然你說用我們一些很生活化的說法 其實它是尋求存在的 尋求存在自覺啊 尋求… 嗯… 用那些不是那麼客套的說法 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啊 那些 但是… 又未去到這個地步 例如他 即他和毛中三分都是會彈行 會會會會 即後來就變成了中大 但其實這個後來就變成了 跟英國殖民政府的交國了 是呀 因為經常是用交易的名義去干預校正 那還有當時因為英國都見到的 就是一幫文人在他們都嘗試去黨樂的質疑 這個也和我成長經歷的一些關係 為什麼我不能夠成為一個威英派 很大的原因 因為我… 因為我… 政治組織的緣故 我是知道最後英國殖民政府 是做了什麼壞事 例如勁強迫港大三… 這個四改三 噢噢噢噢噢 港大四年就是改三年就是這樣 是呀 就是一直拉到八十年代 是呀去到八十年代 然後是勁強要去改三 之後現在又改四年 其實那個劃多劃少 現在最後整個學生變回四年之後 我想有少少劃… 那時候那些青年 現在入了去建制制製造武服 我不知道 有少少這樣的理論 所以最初和一開始變成沒有預計學 那樣東西應該有什麼味道 對…但有一件事我覺得奇怪 就是就是暴安利的那幫人 其實有一種感覺就是 因為當時中國叫做戰亂之後 其實一群知識分子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是一群遊民 或者用陳文的說法是一群遺民 但這群遺民他們怎樣找到自己 實際上這群遺民其實一直以來是在整個輿論界的主流 很長時間的主流 其實到了我成長的時候 報子的專欄都是這群人霸著的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他們會是一群遺民散居了的狀態 但事實上他們在整個華人社會裏面 他們是有一群知識的管治階層 他們是一群製造或者提煉知識的階層 那這群人的心態真的主導了後來 後來一批又一批之後那群的精英 即是你說唐君毅、錢穆 這一群全部都是那個年代的那群人 例如我看《明報》那時候 《明報》副刊是有個專欄叫做三三人魚的 其實是有三個人輪流寫的 我記得有兩個是長期寫了很長時間 《十日飛》和《虎谷人》 第三個肯定是記不起誰 我不知道 《虎谷人》的年代的《虎谷人》 《虎谷人》也要找回 要找回 那這個唐溫藝的脫節 即故事的脫節 都不是… 《虎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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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中國石化之後的集體抑鬱 這是一個香港版本 台灣就是另一個版本 但也有點像 因為大家最早以為 可能是冷戰打到某個地步 可能是美國會後幫助之下 國民黨就可以反攻大陸 然後可以復國 但這件事等於很久都沒有發生 沒有啊 茂總三後來都去了台灣 你說香港這些知識分子 當時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其實自在是家書而已 坦白說 你說文人 尤其是華人社會的文人 是有一些 我們現在的眼光 會覺得的是 怎麼說呢 漏襲 是不是漏襲 會覺得的就是要 結身自愛 那種 不是說怎樣跟政治去有一個很明顯的 但是上一集我都說了 在香港搞政治其實是很牙煙的 當然 馬民旗就是 還有下來香港的人 都已經抱著一種 見到鬼還不怕 他們政治 你說這一代人政治冷感 我覺得可以量解一點 可以理解 但同樣的就是 那港英又不是流的 港英管治的就是 他一方面好像在扶持著 你那些 即是來到香港 你們這些文人是合作 他們沒有謀生能力 除了寫字之外 所以就讓你教一下書 當然也是歷史的偶然 那個時代的資訊科技還沒有很發達 沒錯 那一些人可以一天買幾份報紙都會有 會 會 亦都因爲這樣 所以無論在那個報紙 即是出版界 和在那個教育界 就慢慢扶這幫人上去 但同樣的 他也是聰明的地方 就是他不單止扶你上去 同一時間規管你的發展 亦都因爲這樣 即是他是 同樣是 就和國瑜政府那個瓜葛 就是他分心不憤 本身搞個生亞書 搞到自己在那裡生生不息 還有新亞其實 新亞其實近乎 近乎根本就是 當年燕京 即是當年已經大學他們那班 那些賭母的翻版來香港 即是全部都是用那種 即是書齋式的 那些交手的文化 但是 因爲國瑜的規管 於是接著唐溫來發生 唐溫來發生之後 就遲了校董 遲了校董 不做 不做之後 後來就去到六十年代尾 六十年代中期 六十年代中期 最主要是一個大的變化 是 因為去到六十年代尾 不過差不多時間完 不如休息一下就先 休息一下就先 休息一下就先 休息一下就先